日本和约旦正密切的磋商 探讨是否能以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二对二的人质交换 让被俘虏的约旦机师和遭绑架的日本人质同时获得释放 不过美国反对交换方案 认为这同支付属金没有两样 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副外长中山泰秀正和约旦商讨 如何让还活着的人质后腾见二 和被俘虏的约旦机师穆雅赫双双获得释放 伊斯兰国组织要求约旦政府释放被囚禁的女炸弹手萨吉达 作为释放日本人质的条件 这引起约旦民众的不满 数百名约旦民众举行示威 要求政府应以女炸弹手萨吉达 交换被扣押的约旦机师穆雅赫而不是日本人质 约旦和日本各有打算 美国却大表不满认为交换人质等于向恐怖分子低头 日本表示目前还没有同伊斯兰国组织直接接触 不过会竭尽所能营救后腾见二